还点外卖了呀 这么多 庞通 那怎么办啊 那要不然我把灯关了 咱们照顾彩 你堵得了冰 堵得了食物 你干什么呀 你去我住 来吧 来吧 我你跟着和你 离开灯关了 接手 把灯关了 这个食物 这两个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交立马给我走人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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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我两天时间 下车衣我们一定交上 一分钟都不行 我刚才在门口看见那板车 我跟人都打好招呼了 要不行 今天你就叫着那人搬家吧给你 姐姐姐 您说这大晚上的 我们两个小姑娘能搬去哪儿啊 对吧 要不然这样 这样 您去我们房间看 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您尽管拿走 我们之后有钱再给您补上啊 你又管我 你们家能有什么值钱的 我这就找人来给你们搬家 你们赶快吃我东西啊 帅哥 帅哥 胖子 嗯 多少钱啊 刚才不是说了吗 一万五千块 他们还欠我半个月的房租 这支纳金嘛 怎么着也得五百吧 一共 一万五千五吧 那 我可以用手机支付吗 可可可以 我也是你支付吗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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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收到了 爸 小姑娘 这就是你不对了 人家好心替你付房租 是吧 有钱了你再还他 你别为难我 你看人家小伙子 大大方方的 人又帅 对你又好 都可以去拍电影了 配你绰绰有余 对了 我刚刚在那儿看了一眼 他们家水果有点问题 什么时候找时间帮他修一下 没问题 你不早说 明儿我一早就找人来 来修可以吗 谢谢 那个我就先走了 就不打扰你了 那个帅哥再见 谢谢 再见 再见 姐 那个 房子已经走了 你下次给我早点交 好 辛苦了 拜拜 那 那 薛哥 我给你倒杯水 热死了 这 既然这么热了 您还 进来干吗呢 要不然您早点回去 吹出空调呗 我说你这个人 我帮了你这么一大忙 谢你也不谢 就这么着急地把我往外赶 你会不会做人 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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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徐哥 来 你喝点水 你喝点水 我喝点水 你喝点水 他可能会把那一杯 具体的草莓 我是不是 我要喝点水 尝尝吧 为什么 你喝点水 你终于 你能上客气 我是具体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家帮忙了 都拒绝了 不过我今儿算是近距离接触郑伯旭这个人了 他人还真的不错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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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讲这郑伯旭绝对是最佳男朋友的标准 看看照片 你看这人 人又好 长得又帅 真好 你说你们公司这么 就这么放弃他了 然后你也跟他说拜拜了 看他这样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呀 这平时公子哥的习惯严重以自我为中心 到时候真知道所有人都抛弃他了 他不得气疯啊 你想要怎么办了吗 真帅 你怎么才来啊 帮我拿杯水呗 看在你这么勤奋的份上 以后你不用走保姆门了 你就从正门来就行 我跟你说话呢 你把这个脸给谁看呢 要不是昨天晚上我救了你们 你跟你那同屋就睡大街上了知道吗 连句谢谢也不说 一千五百五 谢谢你帮我解围 多少钱 一千五百五 多少钱 一万五千五万 你这账赖了多少可以啊 一下子给我去一零 脑子真聪明 我看你啊最近手头位有点紧 这钱你先拿着吧 等你有了再说 不用了 你别闹了行吗 我堂堂一个明星助理 连钱都没有我都没面子呀 你这完全就是外表自己的面子问题 少废话 这是我的购物单 你去按照这单子上写的东西呢 每一样都给我买的权 顺便帮我找一个家政 清洁我房间的阿姨 如果钱不够的话 666888 你现在就找了 这五八同城上那么多 你怎么找啊 好 喂 你好 嗯 我在五八同城上找到您的 我们这边需要定期的家政服务 好嘞 我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您 谢谢 你先好了 看来 公司真没跟你讲啊 公司都不要我了 我搭理他们干什么呀 还是现在除了你以外 我谁的电话对不起啊 这事本来应该郁总跟你说的 不该我跟你讲的 公司不让我再做你助理了 所以今天应该是我最后一次 来帮你搭理公寓 以后 你就是能靠家政阿姨了 他们都比我专业 所以做的肯定都比我好 他们一会儿就会来的 跟你一起工作这段时间 虽然不是那么愉快 但也收获了不少 好好好 听听听 你先别这么着急 发表你的离别感言 把你给撤走 刘于南啊 对了 放心吧 我在这儿呢 谁也动不了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是公司的决定 我会最后再帮你采购一次 不过也就最后一次了 以后你就要靠家政公司了 你别忘了 你还欠我钱呢 我这不是还给你了吧 我说了几遍了 这是采购会佣金 别火灰一探 什么逻辑啊 我还给你了 然后你再给我啊 你见着我哪只手碰我这个袋子 这些钱呢 你耍不赖是不是 反正今天这钱我还你 我们俩就两清了 我亲自交到你手 我告诉你 你只要去把我 吩咐的东西弄好就行 说出来的话可不能出耳盘啊 你就是这条毒蛇 我就是那农夫 我凭什么每次都要让你咬啊 我就无赏记性 我这条蛇又没毒 你咬咬怎么了 凭什么给你咬 我这钱给你咬咬咬咬 我 我再跟你说一次 这是 这是采购的备用金 你只要按照我上面写的东西 把东西买全了就可以了 明白吗 拿着 我才不会给你买东西呢 你捡下去了 不捡 我也不捡 你放这儿吧 我都说了这钱我不要 你给我拿着 我真的我跟你说你是助理 你就 你怎么那么不听说 你不会拿给你买东西的 你 我从不必给你交出 我都告诉你 你不要是你 我刚才给你 你不要识 我说你什么说 我看我因为你就是 你需要我幫忙嗎 你用什麼啊 你們吃一餐 你怎麼掉了啊 你不會游泳啊 這個食材到底不要 啊 啊 這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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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 我也想还给你了 不用注尊 注笔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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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